你好 欢迎收看5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29号公布了 国内新增493例本土确诊病例 其中花莲县新增了5例确诊个案 县府也召开了线上记者会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针对确诊个案的疫调足迹来进行说明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29号下午2点 公布了国内新增493例本土确诊病例 其中花莲县新增5例 而且其中1例带确认 县长许正威也呼吁之前 有确诊案例足迹相同的民众 在明天30号上午 可以前往花莲县市卫生局进行筛检 我们设了两站的快筛站 是上午明天5月30 上午9点到11点 下午2点到4点 请民众攜带笔手机健保卡 可以请大家一起来筛检 而筛检的对象 第一个 跟远传电信有相关的 我们远传电信相关的 我们的好朋友 相亲 在花莲市主泉里 主泉里这附近 周遭请相亲可以过来 来筛检 第二个是源自于万华案的 6556 花莲市国魂礼 国魂礼的这个相亲 也可以来我们的快筛站 秘书长也表示 这一次会把确诊者 所到过的店家名称 公布出来 是因为店家未详实的做好实名制 以至于让卫生局无法做人员的追踪 我想今天天佑茂行 我们为什么要公布他店家的名字跟地址 原因就是 因为进出他店里面的顾客成为不特定的人 尤其是北部的这一位顾客 到底他回北部去 或是从北部来是不是已经是确诊 也无从集合 也无从了解 他只是说 顾客当中有来自于北部的 那因此 我们基于 相亲的疑虑 我们公布了他的店跟地址 那么有些 不管是诊所 不管是商店 我们没有公布店名 或是详细地址的原因 那事实上 真的是两难 因为 按照中央的规定 他们有采十连制 他们有要求客人 喷酒精 戴口罩 做好相关法院作为 按照中央规定 应该是不列入 疫调时机 县长许正威也再一次 呼吁民众 如有相关症状 或者与确诊 阻击者的阻击 有重叠时 有任何的疑虑 都可以进行快筛 而花莲市主权礼 国魂礼 主农礼 国安礼 民运礼 吉安乡光华春 优先进行 而30号上午9点 以及下午的2点 在花莲市卫生局 进行筛检 卫生局也会给予相关的医疗及筛检安排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